radicalization 我们上一堂课 针对 在一个 殡礼的磁场里面 那有一个移动的导体 换句话说 这个导体是在进磁场里面移动的情况之下 那上一堂课我们讲了说 就是导体的部分 它在磁场里面移动 我们看到 如果导体它的运动速度是 这个U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导体里面 不管你是假设是电子在移动 或者是这个正电荷电动在移动的话 理论上面到底是应该是电子在移动 那如果你假设是电子在移动的话 V cross V cross V 然后负号 所以电子呢 它会往上跑 然后这边就留下正电荷了 所以我们看到 总共的 summation force 它应该受到一个磁力 跟它整个 这边因为 这边累积正负电荷 这边累积正电荷 以至于这里面有一个厂存在 这个厂呢 这是我们讲的 E plan的这个厂 那这个厂呢 是让 这个电荷呢 感觉 你受到 力的一个作用的部分 那 FV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的 V cross V 这是我们的 Lawrence force的一个部分 那当这两个平衡的时候 那 当这两个平衡的时候 我们看到 如果这个是一个 Charge负的时候 那FV 是朝上 F1 是朝下 当它平衡的时候 那你就是稳定了 稳定以后的话 这两边 就不会再继续累积电荷 换句话说 E plan就已经固定住了 那这时候的E plan 就是等于负的 I 我这边是U 就是U Close V的部分 OK 那这是 我们在上一堂课看到的 那对于这个 电场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静电场 它是 感应出来的 这个场 OK 一个感应出来的场 那对这个场而言的话 那你会感 看到它产生的一个 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的话呢 V2跟V1的值的大小 那我们说 这个 2 这是1 OK 所以你看到 你会知道是从1G到2 E plan的 Dot DL 那这个出来的结果 U U Close V 的Dot DL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到了 好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 的部分 你会发现 这两个电位差 是你已经造成了 那我们说 当 我这个移动的导体啊 如果外界 有一个close loop 给它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说 这边会有电流流过 然后 到这边 这里 好像就是一个电池的看 换句话说 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谓的 感应电动式 issue 那我们把它写成 U Close V Dot DL OK 这就是我们的 因为 flux 的cutting 所 产生的EMF值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过 那这个结果 我们今天要看的 另外一个情况 是什么 在这里 例子里面 它的磁场 是禁止的 但是 这个倒底呢 是在移动的 那反过来 我们把它变成是 如果有一个 移动的 这个 回路 然后 再一个 时间 来变化的 场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电荷 Q 那它正义 U的速度 在一个 电场跟磁场里面 运动的话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做的力 很简单 它的cooling force 就等 U close 力 OK 这是 lowance force 我们都知道的 那现在呢 如果有一个观察者 跟着这个电荷移动 它跟着这个电荷移动 那你如果 你就假设说 我现在这个观察者 就是 在这个电荷上面 的情况的话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电荷啊 上面这个观察者 并不知道 它自己在动 它完全不知道 它自己在动 但是 它受到的这个力 会不会影响 会不会影响 不会的 因为伽利列转换 告诉我们 两个 这个惯性坐标系统的话 那他们所受的力 是一样的 就是惯性坐标系统 虽然两个坐标系统 是等速度 这个两个 有一个相对速度 但是它不会因为 这个两个 坐标系统 它的相对速度 而使得 它所受的力 有多少的影响 换句话说 对这个观察者来讲的话 它也感觉到 它受了这个 这么多的力 对不对 然而 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对这个观察者讲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动 那它如果很有物理尝试的时候 它知道说 它在电场跟磁场里面 它一定要受到 Lowlands Force 然而 它认为它自己 没有在动 那它只能什么 我在磁场里面 我一定要移动 我才会受力 对不对 那 它自己 这个 O这个观察者 它认为说 我自己没有在动 所以它不认为说 它有受到磁力的作用 它只感觉 它受到了电力的作用 所以它感觉 它自己受到的 这个电力的作用呢 它的差 它是等多少 就是1 加 U Clos E OK 它感觉 它自己受到的 一个E'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它自己觉得 它受到的是 是 是一个E' 的场 然后 换句话说 它认为 他认为自己受到的力F 就是等于QE' 旁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那既然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我说 用这样子的观念 我 有一个Conduct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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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Conduct 它的整个Conduct 好 那这个Conduct 这是我们一个 那用同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Conduct 那如果 在这个场里面移动 在一个磁场里面 一个电场里面移动 在这个里面移动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前一寸间 它的位置 它的形状并没有改变哦 只不过是什么 它从某一个位置 Shift过去而已 好 那你现在 你看到的是说 对 这上面的 跟着这个 这个Conduct 在移动的观察者来讲 它受到的 这个力呢 它也可以 把它感觉 它是受到 E'的作用 那这个E'呢 我们把它整个 回路积分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结果 实际上 这个E'的大小 就是E加U close B 因为我们说 这边没有画得很好 应该要等距离 以后 那里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U就是这个 移动的距离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等于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等于E加U close B 对整个loop来讲 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分拆来 我们说E dot DL 再加上U close B dot DL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项的意义 前面这一项 前面这一项 你现在你知道 它E dot DL 我们可以用 Stars Theory的部分 它就是 Curl E dot DL OK 这个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Curl E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负的 Long V Long T DOT DL 所以这一项 前面的这一项 你看到最后的结果 跟磁场 随着时间的变化的关系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场啊 是一个时变的场 那如果这个场是一个 随着时间变化的场 这一项就有意义了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后面的部分 我们把它直接写下来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 对整个系统来讲 现在你可以把它解释 成两项 一项呢 这一项 完全是因为时间变这个场 随着时间在变化 所得到的 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呢 就跟我们在这边 看到这一项呢 看到这一个场 这个conductor 这个切割磁力线 所得到的这个感应电动式 是一样的意义 所以我们把这个 移动的感应电动式 OK 所以它是因为切割磁力线 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它呢是因为磁场 随着时间的变化 OK 所产生的 我们把这个叫做 Transformer的EMF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你一个导体 在一个磁场里面运动 这个磁场可能是时间的函数 也可能不是时间的函数 那如果是时间的函数 这一项就有了 不是时间的函数的时候 它只有这个产生出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很 真实的看到了 这两项的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项 我现在说 如果我把这个概念 把它稍微的 换一个方式来看待的话 我们看到 我们把 这个Magnetic Flux的概念 引进来的时候 你现在你看到 对这个回路来讲的话 我说 我的磁通量 随着时间的变化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写成 磁通量就是V.ds 那 这个Flux 通过这个面积s的磁通量 那这个是我们了解的 那你把后面这两项 把它展开一下 我们看到 我把时间取 非常非常短的一个距离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后面的部分 这一项就等于时间 T加加加ordeca T的时候 Dot Ds2 简掉 VT t.ds1 这样写好了 把它拿掉 然后 这个整个 那ds2跟ds1是什么样呢 原来t时间的时候 然后这个呢 是t加data t 值 那所以我们从 s1 移到s2的位置 那 它们的尺头密度 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那我们看到 我知道磁场 随着时间的变化 是可以把它展开的 那一次对时间的微分 再加上 这个二次方向 那我们不管它了 后面的部分我们不管它 那我们快要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我们会发现说 limit的data t 趋近于零 data t OK 这是第s2的部分 那变成 v t 加上v 再加上data t 再加上data t的平 平方向 然后就整个 data t data t s2 再减掉 v t d s1 那你现在你看待了 这一项 和这个t 完全是因为你 位置的移动 从s1移到s2 的位置 的移动的时候 所引起的 那我把它写一下 data t 7 近于零 OK 那我们看到 这个 跟这个 我们 v t d s2 减 v t d s1 这是第一个 这两项 OK 然后再来 把这个项 移到后面了 long b long t d s2 然后 后面的部分的话 这已经 high order turn 理论上面 如果是 前面有直的话 后面这个东西 就要 可以 neglect掉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还是 把它先写在这边 好 那我们 到这里为止的话 你现在 你看到了 这个turn 这个turn是完全 因为 你 这个contour 从s1 移到s2 的结果 那 这个turn呢 这个turn是 是完全因为 你的磁场 在改变的 所以 当你写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 把这边 有一点点的 好像跟那边 已经有什么 对应的关系 这一项是因为磁场在改变 这一项是因为磁场在改变 这个也是因为磁场在改变 然后这个呢 是因为你contour在移动 那这边呢 也是因为contour在移动 所引起的 这个效应的 这个也是因为contour在移动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把 这两项的部分 再 好好的再整理一下 那我们先让我们看一下 我说 如果我把 这个turn 我把这两个contour 如果把这两个contour呢 当成是一个 volent的时候 哪里 这个吗 这个就是high order time 哪一个地方 对不起 这边还是要把它写在这里 因为这个后面 移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杀掉了 但是因为我现在挂的 大挂号还在挂在这边 所以你还是要放进来 这边漏死了 上面 好这边 好 很好 好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说我们把 一个close loop 然后你移动了以后的话 那你是不是变成一个ballon 对不对 那这个ballon的部分的话 对这个整个 好像一个封闭的 好我们把这个close loop就假装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一移动 移动以后你带出来了是不是一个ballon 对不对 那对这个整个ballon来讲的话 我们说对整个ballon来讲的话 那我对整个ballon是可以divergent的v 这个整个ballon 对这整个ballon来讲的话 我去看这整个ballon里面的divergentv 它应该就是等一定 为什么 因为本来divergentv 它就等一定 OK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来看 对它来讲的话 我可以利用divergent theory 我就可以知道 V dot ds 其实就是它的结果 那它呢 跟它的结果我可以把它整个把它写成三个turn 这三个turn呢 是我们所谓的s1 然后s2的 还有一个是側 側面的 这个側面就是因为你移出来的 你从这个contour 拉出来的 这个侧面的 就是这个side side surface 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你看到 dx3的部分的话 我们说这个dx3啊 实际上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等于我的移动速度 u乘上dx3 d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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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距离 那我的距离在乘上 我这个整个contour dx3 d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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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5 dx4 dx4 dx5 dx5 d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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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 x u dt 这个就是我们 ds 实力 因为 ds 实力的面积是这样子的 向外的 所以你的 u 是这个方向 dl x u 它是向外的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tan 放进了 到 ds 实力上面来 这样有没有问题 ds 实力的部分 这就变成是 dl x u 的 tan 这整个值 因为它 它等于它 它等于d 所以它是等于d 换句话说前面这两项 v dot ds 1 加上 v dot ds 的 s 2 那就等于 这个 tan 负的 v dot d l x u delta t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delta t 移到前面 然后 a dot b cross c 我是可以在这边把 close 跟 dot 的符号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移向一下 u cross v dot d 好 这是我们整个的结果 那在这里 有一个部分 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 这个部分是 跟这里 差了一个负号 差这个负号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现在让我们看 s 1 你比论上 dl 是这样子的方向 对不对 这个 surface 是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 contour 还没移动之前 你 dl 是这个方向 surface 的方向是这样 所以这个整个移动上来 但是 对这个 barren 来讲的话 对这整个 barren 来讲 你这里的 ds 2 跟 ds 1 对不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 ds 1 是朝向 ds 2 是朝上 换句话说 我们这里面的 ds 1 和这边的 ds 1 实际上两个是差什么 一个负号 所以 如果你为了 让你自己不要 跟那边有一点搞混的话 我把我们这边的 ds 1 叫做 ds 1 pr 这边就是 ds 1 pr ds 1 pr 那 ds 1 pr 是跟 d 那边的 ds 1 插了一个负号 也就是 ds 2 也就是 ds 2 减掉 ds 1 就等于负的 ds 2 就等于负的 ds 2 t 的这个值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 好 你现在 你看到了 这整个的 surface 这个 bottom的 surface 所计算出来的 total的 flux 这个total的 flux呢 是等于0 ok 这个total flux 是等于0 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整个的结果 就是跟 就是跟 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整项 也就是说 在这里 我去算的 flux的 d5b dt 只是计算 这个surface 因为我在移动的时候 我所带出来的结果 那如果我计算的这个surface 移动的时候 我所对应 产生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 total的 flux的结果 那就是这边了 它是等于0 那为什么会等于0 因为 在这里面的两项 的结果 是相等的 所以它等于0了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整个效益 其实 这一项的效益 跟这一项的效益 你全部要合并起来 一起讨论 你才能够得到 总共的效益 而不是只有 前面我们 在第一阶段 我们讨论的 在这个黑板 还没插掉之前 我们只讨论了一个 就是磁场 是固定的时候 然后 你的导体 是切割磁力线的情况 那 在这里 你已经把 导体 切割磁力线的 一个效益呢 放到这边来了 OK 隐藏到这里来了 好 换句话说 这里面的效益 有两个 一个是磁场 随着时间的变化 一个呢 是导体切割磁力线的效益 一起 合并在一起讨论 所以 如果我要去 把这个EMF 是induce 在一个circle 那 他是被测量 在一个移动的桌标系统的时候 那 实际上 这里面的 一绒 实际上 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他是包含了两项 而这两项的效应 其实 我可以把它直接 这个两个TEN的效应 直接把它写成 他对 时间的 微分 那 这个时间 哎 这个对时间的微分 是fluss 对时间的微分 OK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个fluss呢 对时间的微分 就把它写进来 那 那 那 这里又有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要把它记得 把它放进来 好 那 这整个结果 用 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来表示它的时候 你就隐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TEN是 时长对时间的关系 一个呢 是 我的Conture 在移动的关系 全部隐含到这里面来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了 这个TEN 这个TEN跟这个TEN 是可以放进来 一起对应的 它是对等的 一个效应 好 那我们把 一般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就是 叫做法拉第 定理 OK 好 那法拉第定理的部分的话呢 已经 已经 不再 只是 之前 你了解的 在静电学里面 跟静磁学里面的话 它 这个 C V 是等于0的情况了 那它现在变成是 你会很清楚的看到 磁场 随着时间改变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 效应 放进来 那这个效应呢 换 计划说 磁场随着时间改变 过着它在移动的时候 你好像 产生了一个感应电场 这个感应电场 绝对 不是静电场 好 这个感应电场 那这是 磁 生电 好 就在法拉第效应里面 已经有了 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磁生电的部分 这个电 不是静电场 完全是感应电场的部分 OK OK 好 那 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接着看一下 电生磁的部分 好 这是第一个 跟静电 静电学跟静磁学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那 那 磁生电的部分 不是只有 一个磁场的变化而已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磁场的变化是 可以感应 产生电场 另外一个部分 它在移动 它在移动 那磁场是定子的时候 它也可以感应产生一个静电场的部分 这两项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进一步表示的时候 就变成是 这个 用Flux的方式来表示 会比较完整一点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谢谢